这一集影片是由富邦投信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财 我是属派卡老板 最近这三年对全球市场来说 应该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震撼教育 原本软化和极端气候的问题 就已经是一大困扰了 但后来出现的疫情和地缘冲突 影响到天然气和粮食的工艺 又让环境和人员问题雪上加霜 尤其是长期仰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 后来也不得不重新提高南煤发电来应急 虽然现在疫情慢慢进入尾声 各国已经逐渐开放边境 但我觉得接下来ESG的议题 会比疫情之前更受到重视 而且加速落实 除了美国在今年8月 已经通过了削减通膨的法案 将投入3690亿美元 来对抗气候变迁和加速能源转型 还有很多国际级的投资机构 像挪威的主权基金 或是日本的退休基金 都已经把ESG评比纳入全球投资的标准配备 光是这两大基金的部位 合计就超过两兆美元 我觉得欧洲的动作更快 他们在去年已经通过了 全球第一个碳关税计划 也就是从2023年开始 碳排和环保标准比较低的国家 要卖东西到欧洲 都要另外课征碳关税 这会加速全球各种碳税 碳费碳交易制度的落实 速度还会越来越快 没办法赶上这股潮流 开始落实ESG的企业 明年后年开始 欧美新政策陆续上路之后 竞争的压力都会大幅的增加 所以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现在选择投资商品 也要开始纳入ESG的概念 而根据集保结算所 基金资讯观测站的资料 目前全台湾符合 ESG基金标准的ETF 并不多 只有六档 富邦就包含两档 其中已经在10月挂牌的00920 富邦ESG绿色电力 就是目前唯一一档 符合ESG基金标准的绿色能源ETF 它追踪的是由美国ICE所编制的 全球绿能ESG指数 这个指数的选股范围 横跨全球25个国家 包含英德法等等 16个欧洲国家 以及台美日韩等等 有特别排除中国和俄罗斯 接下来除了市值和流动性 公司营收必须有一半以上 来自RBICS所定义的八大绿能产业 包含了太阳能、风能、多元战胜能源 和电池、除能科技等等 下一关它是采用成星的ESG风险评分标准 这是目前四大ESG评级系统之一 分数从0到100 因为它是平风险 所以数字越高的表现越差 这个指数只选40分以下的 来确保成分股在ESG的表现 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会排除没有ESG风险分数的公司 最后一关则是依照市值排行选出前35名 也就是大型企业优先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殊条件 是能源转型资工用事业不能超过10档 也就是要避免选到太多那种半灰半绿 还在转型的大型国营电力公司 降低行业过度集中的风险 最后最关键的是它的权重分配 它不再只是单纯的依照市值大小 而是会在纳入刚刚说的ESG风险分数去加权 10分以下表现最好的公司加重40% 10到20分加重20% 而只拿340分算是低空飞过了 则是降低20% 这样就可以让ESG表现越好的公司 可以被加强投资的占比 避免35档选完之后只用市值配重大者恒打 这个设计数据有重 可以更强化920的ESG属性 这个指数是每半年在6月和12月审核调整一次 调整时单一成分权重上限是10% 刚刚讲的人员转型公用事业 不管选了多少档合计不能超过20% 我们直接看成分股会更清楚 因为920已经挂牌了 所以现在上富邦投薪的官网可以查到最新的权重 我们统计截至11月3号为止 占比最高的是美国的太阳能逆变器大厂MFS 权重有11.8% 第二大则是韩国的电动车电池大厂三星SDI 权重也有一成左右 第三大则是来自丹麦的全球风机大厂Vestas 再来就是我们台湾的除人和电源供应器大厂2308台达电 所以从前几当我们可以发现 920在绿电的分布是更全面的 从产业的分布来看 它有三成在电池除能相关也是占比最高的一块 第二大则是目前主流的太阳能占四分之一 风力大约两成 多元再生能源16% 这四大类别就占了将近9成 其他剩下一成则是水力 地热 氢能和生殖能 而如果以国家别来看的话 920的投资会比较偏向欧洲 权重占大约4成 美国和加拿大大约只有三成 亚洲占26%算是比较平均的 不会偏重在北美 而富邦另外一档ESG主题的ETF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00692公司治理100 它追踪的是由台湾政交所编制的公司治理100指数 也就是在所有上市公司当中 以最近一年公司治理评鉴结果前20%为基础 而且净值不能低于面额 最后再以最近一年税后净利和营收成长率来进行排名 取钱100名纳入成分 所以692不是只有G这个因素 还包含三个基本面的财务指标 每年固定在7月审核调整一次 以市值作为分配权重的标准 因为这个指数是由政交所评鉴和编赚 所以可以入选的公司 等于是对公司治理成绩的肯定 如果我们比对截至10月底 政交所公告的台股市值权重 和同一天的692的权重 可以发现排名完全一样 台积电虽然还是最高 但692只有大约35% 我觉得相对来讲 我会跟分散 更容易接近全市场的表现 而且对想要长期追踪台股大盘的投资人来说 692还有一个超级强项 就是它的费用率 从挂牌以来完整的4个年度来统计 它全部都维持在0.3%到0.35%之间 其中还有三个年度 拿下台股ETF费用率最低 这对长期投资来说又是一大加分 完整的排行资料下载连结 在影片底下的说明里面 最后我们来统整一下这两大ESG ETF的重要指标 692采用半年配每7月和11月出席 日成交量也都有两三千张左右 而920则是投资全球的绿色电力 包含电池除能公司 所以经营保管费没有办法跟纯台股的692来比 但以台股全球主题型的商品来说 算是正常的行情 但讲到这里要提醒 绿电和除能都正在高成长的阶段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产业波动度会比较大 而外国成分的ETF又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所以如果想要操作波段的人 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绿电和灰电有竞争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要投资这一类的产业 也要特别留意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变化的影响 最后一点 因为这个指数没有规定成分的替换上线 所以12月这次的调整结果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但是不论如何 ESG这个长期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国际级的大型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 都已经把ESG当作被动投资的标准配备了 那我们ETF投资人也不可以轻忽这一块的影响 目前符合ESG标准的ETF选择并不多 不论是专注在绿色电力和除能的920或是强调公司治理平坚的692 一个是有爆发力的ESG主题新秀欧洲投资比例高于美国还有三层在电池除能一个是代表市场标杆的大盘型商品都是值得注意的标的哦 以上就是这一集关于00920富邦ESG绿色电力以及00692富邦公司治理100的分析 更多详细的介绍可以搜寻代号上富邦投信的官网了解更多 才属ETF新同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发个老板要讲话了啦快点